查尔斯工作照曝光,当了70年,王储终于上岗,双眼通红力不从心 伊丽莎白女王宣布永不退位,统治英国70年,见证了无数历史性时刻 如今女王的国葬落下帷幕,所有人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逐渐从悲伤中走出来 查尔斯办公照片曝光,当了70年的王储终于上岗,双眼通而且红力不从心 普通人早已退休一样天年,查尔斯却才刚开始上班,英国王室频频上演戏剧性的剧情 英国女王过世后,74岁的查尔斯迅速继位,担负其大部分王室职责 媒体曝光了查尔斯的工作照,正是在白金汉宫上岗,那么国王第一天上班需要做什么呢? 查尔斯的办公室历史悠久,始建于18世纪,装修考究庄严肃目 现在的查尔斯走马上任,成为14个英联邦的君主 需要审批和签署文件,连轴转亮向公务身体,显然吃不消 照片中的查尔斯认真工作,将文件从红盒子中拿出来,认真阅读和审批 办公桌上放着女王和菲利普的合影,父母先后离世,对查尔斯造成了沉痛的打击 英国国葬已经落下帷幕,查尔斯国王开启了第一天的工作,首次坐在君主的办公室 不少读者纷纷感慨,查尔斯当了70年的王储,现在才终于上岗,被伊丽莎白女王保护了一辈子 查尔斯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苏格兰住所伯克霍尔别墅 这里是他和卡米拉度蜜月的地方,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简直就是个温暖的避风港 显然查尔斯还没有适应新的生活,工作照曝光后,不少网友立刻发现了问题所在 查理三是双眼通红,弯腰驼背的样子敬险老态,已经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 大部分到了这个年纪都已经处于退休状态,而查尔斯才刚刚继位 74岁的查尔斯经历不济,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硬着头皮主持大局 根据英国王室的传统,红盒子是君主权力的象征,伊丽莎白女王多次跟红盒子合影 如今查尔斯接过拳掌,脸上不光没有任何喜悦,反倒是充满了悲伤和担忧 查尔斯四岁的时候,就被伊丽莎白女王确定为继承人,但是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如今突然上岗,让年迈的查尔斯国王很不适应,因此出现了不少纰漏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查尔斯是个忧郁的男人 平时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中阅读 但是戴安娜王妃过世后,不少人开始妖魔化查尔斯 把他塑造成薄情寡义的渣男,王室支持力也是一落千丈 君主立宪制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查尔斯必须振作起来 为温莎家族的统治续命 王室专家乔纳森丁布尔比认为,查尔斯国王天资一般 因此必须非常努力才能有所作为 也许查尔斯的一生都在思考要如何当一个君主 苦苦等待了70年才终于尚未成功 反而现在慌了手脚 真可谓是纸上得来终绝前 必须要亲身经历后才可以 英国历史上最年老的君主是威廉四世 64岁的时候才登基 如今查尔斯打破这一记录 不得不感慨君主也是个体力活 以前女王需要工作到深夜 为家族和王室操碎了心 显然查尔斯不甘心当一个平凡的君主 上位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精简王室 除掉不必要的开支 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也大量缩减 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 很多王室旁之都被删减出去 不再享有王室权利 哈里一脉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节省成本 同时也可以树立节俭的形象 更加有助于维护统治 查尔斯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婚姻 为了卡米拉差点失去一切 但是现在看来已久不后悔 虽然卡米拉上位的手段不光彩 但是两个人的确是真爱 让我们看到爱情最疯狂的样子 查尔斯现在已经74岁 以后的考验会越来越多 到底能否胜任还是个未知数 从现场的公务照也能看出 查尔斯眼里充满了红血丝 已经到了力不从心的年纪 实在不适合为国士操劳 好在威廉王子刊当大任 为父亲分担了大部分公务 成了查尔斯的左膀右臂 至于哈里王子根本指望不上 不继续爆料就谢天谢地了